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我正想说这一点 这个计划是做什么呢 肯定不是亿力香港青年 无论患 记不记得我们有双飞 香港有很多双飞而同 单飞双飞而同 广东话也未说得正 现在平时我们看到在新市镇 常常用普通话沟通 那些是什么人 那些是什么人的后代 他们是不是香港人 是的 拿香港身份证 他们是香港出世子 那他们在香港能否找到食 未必 那怎样呢 回国内还要人工高利一截 照顾这些所谓的下一代 不是照顾你们这些 香港土生土长的人 下一代不是我们的 不是我们的孩子 他们普通话沟通的学校 那当然回去发展 我在这里跟你做墨基 他上去可以坐办公室 你选择了 接着也说 预计批出一约一亿 为近200个青年初创企业提供资助 以及向约4000名青年提供服务 广东及各大湾区内地城市 会提供共享工作基地 以及让青年享有与内地青年相同的待遇和支援 特区政府将成立大湾区香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联盟 现在越来越来越大陆 即是那些名字牛屎那么长 那他作为一站式资讯宣传及交流平台 你想出来都知道不论 你干什么论事 你们真的 不是啊 是若构智的 阿辉 那些创业 青少年创业什么基地 一站式资讯宣传和交流平台 我是做生意 你是做生意 分分钟做同一行 我为什么要跟你交流资讯 是不是 我为什么要我们互相帮你宣传 同行是余敌国 如果他们两个都是做那些电商的 是不是 就是专为香港人服务的电商 我在深圳的基地 是不是 我为什么要跟你交流意见 是不是 只要互相竞争而已 怎样会有交流平台 怎样大湾区香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联盟 怎样基地联盟 你告诉他们怎样去联盟 是不是 现在 你告诉别人 你要告诉别人 我教你怎么计 你告诉别人有什么产业 是缺人用的 香港人对不对 没有做过研究吗 你们这些赤头皮 你们没有做过研究 我是一个港青 我爱国爱党爱共产党 我现在想回深圳发展 大湾区发展 大湾区基于 你告诉我 我可以有什么可以做 什么生意可以做 我想选择了 那我选择哪一拨 是可以帮助我回去拥抱中国呢 是啊 你有没有说出 没有啊 你根本就不认识 你们根本就不认识 你们先推理自己的子女上去 如果你是张华峰的儿子 大口狗的小孩 全部在深圳 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我就拍烂手掌 我们都不认识 每个人都不认识 都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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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啊 你现在是林郑的儿子 林郑的儿子 林郑的儿子 你老母亲 你是黑还是黑仔 打北京功 你也打不认识 再回到英国读书 现在还不知去了哪 对不对 可惨啊 你不要告我 市路国家机密 我不会认识 我只是担心你的儿子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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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家庭 不认识 不认识 所以你怎么认识 你根本就不认识 好了 你上去 你为什么要给原因 你不是为上去而上去 现在他们做的事 因为他们根本上 你们想的政策 都是为做而做 为搞而搞 结果就只能搞 是不是 陶杰说得对的 如果你真的这么认识 大湾区 是不是 那应该 新鸿基 长实 这些 几大家族 震鸿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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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什么 链子三连带城隔离 那个 什么 以前那些 南鸿镇 丁五寿 那些丁五寿 那些丁五寿 那些糟糕 中华厂商会 那些 为什么不率先在大湾区设厂呢 就是率先 在那里开些糟糕 你了 大湾区基地 大家落 不知什么工厂在那里搞 你不率先在恒山人行 在那里搞你了 搞你的训练计划 没有 那为什么你搞你了 你田北晋那些 不是 田北晋 你不搞 那些 飲食界的 什么 20元章 张宇人 你不在上面搞 是不是 你不在上面搞 一条龙 什么东西集团 然后请回港青 是不是 没有 因为 为什么 大湾区 根本是骗够人 问题是 你都不认 以前中过你一次 你记得那时候 开发大西北 开发内陆大西北 大家记得这件事 记得 然后香港的有钱人 就跟着团去大西北 考察 我老爸有去过 西部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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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朋友喜欢讲笑 就是说 西部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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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真的有投资 很多人放了钱 那结果呢 西部开发成什么 今时今日 我想问 西部 剪西 甘肃 那些 现在怎样 是不是 只有港字 你知道 如果你做这个建筑 可以赚的 我相信 因为你去拆别人的庙 和兴建集中营 那你就发了 不过我想那些 是国家企业 应该轮不了你做的 你现在大湾卡 你不用销售 你好的东西 你自然排队搶着去 是吗 你要销售的 就是这东西不行 现在 你还要销售 香港港青上去 什么 什么二千个港青上去 我真是销售 别笑得我 那二千个又是 那些思想瘦瘦 那些自己有 哪个哪个孙子 推他上去 发展一下 我们又是翻篝 你销售 你叫那些富三代上去 他们平时都是南桂坊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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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跟你上去 销售 你怎么喝二窩头 怎么会跟你上去喝海猪啤 别混亂 他们有钱喝东西 也知道是假的 还有在广州 不是上海 就是说大湾区 不是上海 不是北京 是大湾区 你香港是可以的 或者有远景 你想发展大陆的 一早上去发展 不是现在 是不是 所以 这份什么施政报告 和以往的施政报告 可以说是 一脈相承 就是一塌糊涂 不知所为 不知所为 谈了什么 你上去北京 我想问 你上去北京 谈了什么 回来呢 维港政策就是这些 对 你比梁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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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什么呢 所以 现在香港发展到什么 是没有人理你 就是这些不理你的 这些暴政报告 施政没有到 我们很给面子 我说了整个小时 是啊 记住我 姚冠东对国家 已经出了一分力了 是不是 我们认真地 跟你分析施政报告 没有用 我们现在向国家 告御长 是不是 我们向中央告御长 感谢中央 我们向中央告御长 这个八婆 这个女人 是骗你的 这个女人 这是无能废物 国家领导人应重 就应该第一时间 将这个商规 将他入獄 因为将他 带回大陆去审讯 将他送中 就是对了 香港不要这些特首 送中就是对了 他这么喜欢送中 将他送中 上去再教育 不是说监禁他 不过上去又重新再教育 20年后再做 他说英语读 未清 未清 完全未清 他们想的东西 其实是骗你的 他们用外国人的东西 骗你中共中央 骗你中共 就是以为他这样做的东西 你看看他 抗疫又不力 振兴经济又不力 管治很矛盾 什么差都做不到 社会又矛盾 又令到香港人这么认为中央 就是中共 就是这样 这个东西 不用玩的 这个东西 你以为他忠心耿耿 其实他做这些东西 是害国家的 所以 为了国家好 香港好 这些女人 加上郑弱华那些 那些是不要得的 那些其实是骗你的 令到香港人这么认真 就是中共 就是因为这样 你要解决这个深层性的问题 很简单 我说了二亿次 你照行一国两制 你照互相尊重两制 香港人就是爱国 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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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集总书记走出来 然后说 一国两制 很重要的事 香港现在可以搞免住了 没问题 是吧 我们实感谢中央 我们真的感谢中央 全香港人都感谢中央 对不对 你对人好 人对你好 你怎样对人 人怎样对你 这些是正常人类的思维 对不对 你们连正常的思维都没有 都没办法说 对不对 今个星期还有很多事情 其实我也想说一些被捕事件 第一件事我想说画家 画家刚刚被重判了21个月 被区域法院因为暴动罪 不是 不是 很多的 很多条罪 画家 如果大家有印象 漸旺的时候 有一个常常戴个眉镜 不穿衣服 很高大的 巨民的智力是有些问题 精神是有些问题 人称画家 有时坐在那里画画 是的 他因为2019年的事 被重判了21个月 很早就已经还压了 在这件事上 我想说的就是 法院说到他如何 我只是说法院说什么 法官说他 去扔鸡蛋 他是因为维警总 6月21日 应该是没记错 6月21日 那晚 王之锋也有下来的 王之锋也有下来的 那晚就被一些人 合走了 那晚 他刚刚出冊 就打算来 带队 他真的打算来带队 有些人怎么说 谁知道 一到场 就被群众 合走了 就说走啦 走啦 你回去啦 左膠走啦 这样被人合走了 而其中 画家有参与 就被人逮捕了 就说他把鸡蛋 扔向警察总部 那幅墙上 电梯的附近位置 那幅墙上 而这个法官 竟然说 他当时 画家做的行为 是会引导其他在场的人士访效 首先 从而 他达到 他说他很清楚地看到画家 在这个现场 是一个领导的角色 原来是画家领导 去围狗警衆的 原来那一晚 那晚 奇兰西非 是画家 不说我都不知道 我看新闻 我完全不知道 那时候 不是说 大家没有带队 不知道为什么会围狗的 为什么会无端端 画家成为社运领导 带领大家去围警衆的呢 为什么会是他带队呢 是从什么 是觉得是他带队的呢 什么证据显示呢 我真的不知道 还有说他什么 扔鸡蛋 第三 这个好笑的 这个笑得死 第三就是说他 他扔鸡蛋的行为 是很严重的 就是完全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呢 扔鸡蛋是怎么很危险呢 他说扔鸡蛋 但因为那些蛋壳呢 能够摄到那些 行人扶手电梯那里 就造成一个严重的意外 就会击 那些蛋壳 那些那么薄的蛋壳 就会击了那个行人电梯 导致意外伤亡 大家知道 为了警衆 那个电梯开吗 我当它开 我当它开 有开吗 那个电梯 那个电梯 在案发的时候有开吗 我就是 我很想要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 可以做一个实验 这是一个 机械工程的实验 我给你100粒鸡蛋 你给我整停一步 正在走的行人电梯 500 我出了500 我出了500粒鸡蛋 500粒鸡蛋 去整停行人电梯 你读什么 土木工程 我不是机械工程 所以我不懂 我虚心求学 所以我们将来的节目 要改成稀笑露麻 如果有这些节目 我们就找一个 机械工程师来访问 然后问他 到底要多少只鸡蛋 用什么方法 才可以卡到电梯 不是不可能的 有些人都说 原来十盒火柴可以砌到 不知道什么东西 可能可以的 我不知道 电梯大挑战 就是怎么用蛋壳 去卡到电梯 几条最重要的是 情况严重 分歧执行 于是 一个有精神病记录 一个智力有点问题的 一个香港人 一个画家 就被重囚21个月 更加讽刺的是 不知道是昨天 有另一个宣判的 应该是沙田 好像是沙田 有一次 去年有一个抗争運動 在沙田 接着有一对 蓝丝夫妇经过 男的一个拿着棍子 女的一个拿着刀 也是刚刚宣判的 男的一个无罪释放 女的一个判三个月 因为纳刀 纳刀 这样也是三个月 没错 而法院就不准周庭和黄之锋 保释 因为他们认罪 不准他们保释 还额监房刊管 就拿报告 但同时 这个上海仔 即是这个黑社会上海仔 过境的时候 即是回来香港的时候 是阻管来的 是的 是阻管来的 有一个这样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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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保释的 原来有一个这样的罪犯 是可以保释的 他走过了 有前科 有着草的前科 原来是可以保释的 是吧 是吧 而 一些手无搏鸡之力 一个 二十多岁的少女 是吧 手无搏鸡之力的周庭 是吧 竟然你要还压他入监房 因为什么叫还压监房 就是怕你棄保潜逃 是吧 你才是还压监房 脱对你自由 是吧 你不是要先坐 其实那个还压的概念 就是怕你潜逃 所以就不让你保释 是吧 一个高风险保释的人 你又不让他保释 那别人就怀疑你的法治制度 今时今日的法治制度 还说什么呢 别人就怀疑你 就说你现在是陷家产 是吧 接着你又怀疑别人 就说你 是吧 你对家怀疑你 就不怀疑他 就是葛佩凡那些 那些 郭佩凡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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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郭佩凡那些 郭佩凡那些 不是郭佩凡那些 在那里说法官什么什么 是吧 是吧 所以这些 已经成为了新常态 大家 我觉得最悲伤的是 大家现在习以为常 其实是 因为每个星期都有这些 成为失常态 亦都濫捕 亦都有濫捕 亦都有濫捕 就是傑斯夫妇 就是 网台那里 傑斯夫妇被捕 傑斯是一位 年纪比较大一点点 的人士 他就说他籌款 坐楼台人 被指涉及洗黑钱 之助分裂国家 我就不明白 是吧 就是怎样呢 我有个朋友在台湾 他很不行 我借了些钱给他 接着他就 你要知道 到底是什么 港人 香港什么叫法治呢 什么叫证据呢 就是说 你要资助了 一个例如 你是一个香港的流亡分子 有实质 有一个暴动罪的一个人 你真是查到他的钱 即是落到他那个人的袋子 然后他用那些钱 还要那个人 用这些钱 来搞分裂国家 你才可以印证到 傑斯有罪 是吧 这个是逻辑 这个是常识 这个是法律常识 你才可以证据 你可以证据到他 是有罪的 曾志偉的父亲 去台湾 你汇钱过去 然后他在搞屎棍 搞风搞雨 其实是的 那就是 所以拘据曾志偉是应该的 是应该拘据曾志偉 是吧 就是所有 以前 那些辣哥 什么鬼 没死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人 着促到台湾 有很多那时候贪污的人 那你是不是 我曾经汇款给他 那些人就犯了那个法 是不是就是洗黑钱 所以 其实我也觉得很难过 其实现在我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不找一些 每一天 这个所谓的国安公署 这个所谓的警察部 就在不断挪裂 这些 在找这些东西 隨便 可以拉就拉 所以呢 杰斯的被捕 是令到我很担心的 是我真的很担心 虽然我姚冠东 人类言兴 不是什么的人 虽然我是一窮二百 你试叫我 加辉 你找我一千多构 加辉 加辉 一窮二百 加辉 是吧 我是担心的 不知道烧到哪一天 他来搞你 他可能告不入 很大机会他未必告得入 是不是 他告不入 但是你有律师费 有唐费 之类的 只是说法律程序 玩你两三年 玩你两三年 那你都饱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真的不要拘捕我 我也是那句 如果你要搞我 你不要 好像半夜三更那些 你打给我 我来 早点说 预约 预约是可以的 预约是可以的 还有不要收电话 不过不行 他一定要收的 还有不要吓我 不要吓我 那些孩子 我真的不想 他们更小 他们大一点不要紧 他们大一点 见着老爸被抓也无所谓 但他们现在真的更小 不要这样 我是担心的 但又是那句 谁担心得那么多 是不是 如果 我在这里 就这样坐在这个位置 每个星期 讲几个小时的事情 批评你几个小时 如果我这样也是犯法的话 如果我 这个人微言轻的姚冠东 都能够分裂到一个 巨伟大的十三亿人民的祖国的话 那就是西非你了 我觉得 何德何能 如果你又有这样的能力 你应该招安 是啊 很厉害 所以如果 如果国家征用我 如果你这么欣赏我 征用我 我一定会用我三寸不难之事 一定去代表中国对他谈判 在美国 我的英文是不差的 可以谈判一下 I day day go to school by bus OK OK I love China OK I love love China Fairly much I am a boy and you are a girl I am a man and you are a pen 行不行 应该比杨洁篪 我觉得我比我小的英文老师好 因为现在有Zoom教学 我听到他的英文老师 那些英文真的难受到小 他教英文的 是啊 很差 每个学生 Please sit properly Please sit properly Please sit properly Now the teacher is going to teach you Please turn to the page 26 你明白 我明白 以前我们读书 凡是教Physics 教Mass 都是灵性差的 但他教英文 最糟糕 什么 sit properly 你怎能忍受 一个英文老师 sit properly 即是不可以 sit properly 即是你起碼有些 sit properly sit properly Avisture should pay attention in the classroom 即是你起碼也要有 不长時間的 言語 英文在美那裡重音 美數回来 第三个音是重的 例如hamburger 不是hamburger 是hamburger 即是这样 不是第一个 中文就是 不是Dictation Dictation Dictation 即是Dictation 即是这样 他会吃到音 即是很轻 Dictation You're going to have a dictation This Thursday 即是这样 我可以做梁家杰 所以如果你欣赏我 三寸不难之事 我就可以为国家服务 是吧 即是我就 一定跟你跟你 跟那些 英美那些 谈判的 是吧 所以不要教我 Anyway 其实 希望杰斯夫妇 就没事了 現在保释了出來 保释金額都很惊人 好像20万 20万 相当之離譜 相当之劲 那 雖然我不是太同意他的 那些说法 政见 那些 但是始终都叫做 网台的同业 D100 我当然不是太喜欢的 那些网台 但是始终都是 唇亡似雄 大家都是 网台的同业 那我们上周 就是刚刚过来 搞网台 搞成寨 D100 那些 就是开口中 唉 只是说笑 但是我们真的不想 看到这些场合 所以 这些也不想再见 所以 我觉得 就 不会是个别事件 不会是单一 就是陆续有利 那我们 我都叫自己 要等艾名 那黄伯宇那里 黄伯宇那里 黄伯宇被拘捕 就不是涉及那四百万 就涉及有人报警 说他是骗政府的 那个选举经费 就是我其实 都是其中 我不是骗 就是我都是其中一个参选人 那其实 他就说我 我报的那个数据 就是不对 那些数据 连够那么开 那真的离谱 那些四十万形象费 真的太离谱了 那 那 这件事 一定是 我的看法就是 他一定 现在 就是找这些人 来不断地 开刀 那 目求 几手准备 就准备 暂时来说 我也觉得他下年 是有选举的 这些都是为了下年 选举铺路的 就是说 整治你这班人 总之现在大公文匯 说什么呢 就是 你就当是真的 那就是做的了 就是红卫兵 那才是施政报告 就是斗他 红卫兵 就是说 文匯大公 说什么 明天警察做事 多有骂力 多有骂力 真正的施政报告 不是 真正的监察社会 就是这个大公文匯 就是这个大公文匯 领导 领导 完全是一个尖兵 可以说是新香港的 建设新香港的尖兵 简直是建设新香港的前锋链 那些叫做什么 尖刀链 西非里 真是很厉害 所以 现在其实很离谱 你有什么理由大公文匯 会说 你想想 那个考试的试题也是这样 是的 也是大公文匯说出来 然后就做事了 杨药航就做事了 还有通识科 还没敢说 不过算了 通识 现在都喝他来的 你喜欢怎样就怎样 现在香港爆炸了 就喝他来 那你通识当初 都是你董建华搞的 是的 就是说你前前前朝那些 就是你吵架董建华 所以 所以 你现在在这个 就是香港 现在这一个 就是这样的环境 大家其实都是微慢住 真是一种 哎呀算了 就是 这些得淡笑算了 就是现在是得淡笑 我觉得真的很好笑 是吧 就是大公文匯会说两句 那你就做事了 大公文匯会说两句 王八宇这样的 又做 他说什么就做什么了 现在 小弟都上过大公头条 大公头版的 大佬那时候反国教主 我都上过去的 有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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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是八一八 港大事件 幕后搞手 有样子 没有女主持 那时候经常说咸 你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要做不到那些 你懶子 只要看第一页 要多数 四五六 那些还有的 你现在可以了 现在有整个国安部 跟你解释 多些人搜 是啊 大家知道了 大公文匯会背后是什么人 背后是什么组织 什么人 那你就明白了 那你就明白整件事 现在是谁 我都泄露了 那些国家机密太多了 那都要先听听听 现在打给林乡 我记得做过Miray的北上频道 我记得 人网 那时候我都不记得了 是Miray还是人网 哎 真的 喂 喂 林先生你好 我是阿东 林先生 什么 柳仔 柳仔 是什么 柳仔 是什么 我想说三件事 好 第一就是关于公司的报告 喂 有股消息 那个 他说研究 给港人的私家车北上 是啊 回去 做一些其他事都挺好 舒缓一下 你这么小 不要想这些东西 柳仔 我自从知道了你多大之后 什么叫做一些其他东西 什么叫做一些其他东西 柳仔 你不要屈我 我不是生果哥 你不要搞乱当 哈哈 我不是 我没有林歪的 我不是生果哥 你 生果哥 我喜欢做这些东西 彭台无事 是 另外就是 港合归体育 我不要常常说政治 马尔当拿 是啊 马尔当拿死了 他搞到美中 那个 意大利 那个 帮他搞笨状 那个 还要在他的 棺材前面 上去做一个V字 哪个 哪个 哪个做一个V字 那个 就是 帮他 处理他的尸体 那个 那个 那个人 挺瘋的 那些人 嗯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很恨他 我不知道 还是觉得他是偶像 我不知道 还是他是偶像 他太开心了 是吧 为什么 他太开心了 没有啊 那些鬼佬都有很多 特别是意大利的 那些都是七开的 我们看关义战那些 都知道的 是 是 第二 我就想问一下 你其实知不知道 张星馳 这几天的那宗案 是讲什么 哦 这些文章问他 对不证 简直是什么 分装不闻 就是给不够钱 就是叫街给不够钱 就是 就是吃了驴 那些扔煲费 又给不够钱 都是很花生的东西 其实是 我觉得完全没有公共性 还有 讲完这些 就是 讲台湾 嗯 这些民众党 苏英昌就进了去 讲天政报告 是啊 是啊 你竟然 你的男党 不是不是 不是得罪啊 四海角啊 这个男党 去扔水球 扔珠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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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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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挺好 扔珠杂 是啊 真的很厉害 不是啊 他对比起林郑 对比起林郑 真的很好笑 那你觉得林郑好 还是别人 扔珠杂好 是不是 就是一个没有反对声音的 一个没有反对声音的政府 不等于你做得好 是不是 就是不是用声音来计 是用实际 你做了多少东西出来来计 是不是 就是不是说你扔你的门面就行 就是好像 你民主党政府 永远都是整 美国民主党政府 永远都是整 整个门面 但是 但是你有没有实际的东西做过出来 但是特朗普永远都是 吵你了 是我不管你 你的黑暗 但他实际做的东西最多 是不是 特朗普好像现在又说 我看新闻就说 想回来 很多 起码有两三个州的 那个 复却 就是说他 司法是 是胜数的 这个 这个 我们就 拭目以待 你问我当然是想 但是 现在很多消息 都是要证实 我们是一个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确定的社会 我们很难去给一些 批评和什么 我只能够跟你说 后来他就报 没办法 你《苹果》 你《荷林威》这么说 《苹果》 和《立场》 你都是召译到 美国的大传媒新闻而已 是啊 CNN ABC 这个也是一直以来 香港做国际新闻的办法 在外国通讯社那里 回答稿 然后翻译中文 然后谷歌翻译 分分钟 那也不会 那也不会 因为现在 因为我很多朋友 都做国际版的 他们是做到 没有人做一场的 做一两三年 就完全是猛烈的 因为是 有什么好做 根本都不是做新闻 做翻译而已 在译文而已 每天在美联社 发生译文而已 中央社 对着英语 那你不会看到真相 或者是你不会 去报道到真相 全部你不要发觉 所以香港国际新闻 都是据美联社 报道什么 都没有 很难 以前曾经都试过 所以特朗普 对那班人 很大影响 眼中爹 当然了 每个人都想他死 好了 十二点多 好了 你再打来 有空 柳仔 好吗 好的 拜拜 其实柳仔 柳仔很年轻 真的很年轻 小个小朋友 他不是小到十三岁 但他真的很高大 搞笑 他真的很高大 我以为他二十多岁 还有一个电话 是不是 看不到 周先生 好了 听听周先生的声音 先分享一下 喂 周先生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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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想分 现在香港变成批斗城市 什么 听不到 现在香港变成批斗城市 是 当然了 批斗城市 警察城市 批斗城市 我觉得这个 三条七的支持 嗯 嗯 是啊 那有什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 我现在 刚刚就 失业 就 国泰被人炒了 走了去做保安 嗯 就发觉 做保安 其实都 都 给了黄南之分的问题 给了大家 大家 同一屋城下 为什么要批斗大家呢 嗯 嗯 嗯 你是之前做 做国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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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 被国泰 裁了出来 做保安 真的吗 你在做什么 在国泰 地勤 地勤 做地勤 地勤 都要做保安 哎 真是惨 哎 哎 周先生 很不惯 很不惯 一天 那便做过 算不错 八百元 一千元便算是这样 是啊 但是 做了一个这样 民主建国联 民主席 前主席的屋业 民建聯前主席,即是曾生嗎? 我不知道,不說了 你是不是在上班?阿周 你現在是否在上班? 對,上班就聽聽我吧 上班就聽聽網台,也對的 你現在上班那裏應該是風涼水冷的 是嗎? 我都可以了,不過見過那些人出入 就在那裏關門,安心出入嗎? 我都見過很多人用 多不多人用的呢? 我都可以了,這個屋子很難用 你不要跟他們吵架 鄭先生,不要跟那些人吵架了 記住,不值得 我真的不可以吵架了 我只是故意回風招 不做入口就是這個意思 喂,我覺得這樣 你可以吵架他的臉 你知道他是藍絲 其實你不跟他打招呼,吵架他的臉 他沒有理由,因為吵架你的臉 我不開門給他們投訴我 那不算是 那不算是 唉,不過算了 我就是朝朝見過是團主席的 是 是 那你有沒有跟他... 如果跟他打蝦就算了 你可以跟他打蝦就算了 你不可以這樣說 這傢伙就是 那些傢伙裡面 算是有路過我 他那些什麼 國泰環那些都是垃圾 那些是廢渣來的 那些是垃圾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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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智障的 那些都是更加強的 那些垃圾來的 那些垃圾 那些不是我垃圾來的 那些垃圾來的 巴拉薩很厲害 那些你不要這樣說 巴經理現在不是同日而語 巴經理做大生意 你不要說他是我垃圾來的 我只是跟他一起共事過 即是心想怎麽整條國安而施, 搞到全香港的人要批鬥跟阿桑青人有什麼心事? 是的,其實很愚蠢, 不過現在既然是這樣,都沒辦法了, 硬是硬頂的, 是硬頂的, 不止惡毒,又惡毒又蠢那些還最多, 又蠢又毒那些,很冷靜的,破壞力很驚人 如果,即是研究,即是討論, 我是中央說,下屆將整個立法會做空閣, 整個大陸下來控制, 立法會就不用這樣問, 民主建國聯盟都去參選, 每個人都省香港, 其實叫大陸下來聽證搞定, 我告訴你, 這些都不夠過癮, 最過癮是什麽? 下一屆特首, 我覺得是講普通話的李小家, 你腦袋, 分分鐘, 是不期的, 不要想太多了, 不要想太多了, 我回通宵, 要聽一下, 網台節目才可以, 當然啦, 有空聽多些天地有正氣, 即是有益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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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必真的挺慘的, 現在, 甚麼話? 你說快必? 甚麼話? 聽不懂? 저는, 我說快必現在是挺慘的, 是的, 很慘的, 好慘的, 我也想過去判他, 但都還不搞, 這一陣子死亡 是, 好啦,你努力做事,我是要小心,其實我也害怕的 你問我,我跟各位網友分享一些心事 你說是不是很害怕,騰雞 當然不是,騰雞那些已經去到別處 可能… 什麼話? 二十萬,是啊,二十萬担保 沒有的,如果他二十萬担保,我沒有的 蹲進去蹲,哪有二十萬給他 是嗎? 大佬,有二十萬現金,大佬 要頒回來才有 黃毓民真,不要回來香港 他都要黏陷線藝的香港 對,黏陷線藝的香港,不知道他在開哪裏 說真的,真的不知道他在開哪裏 我也在Facebook出了一個訪問,等叫名有什麼意思 我怎麼知道,他真是三不五時 是不是出不出名,都沒有關係 什麼時候有空,想搞搞你,搞搞誰 可能突然間,by accident 我這個節目踩上他的尾 是嗎? 說出不知哪句話,他就不開心 開個檔案來搞一搞,就麻煩了 就是這樣 那時候現在跟你聊天 你一說錯話,無端有警察可以拘捕很多筆錢 當然可以,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現在這個國家 不就是這個香港當然可以 可以,沒問題的,他拘捕你而已 是嗎?幾… 嗯 即是,真想說,你三團室遞住 沒得做律手,你自己說錯話 又是被人拘捕,你真的不夠 是啊,所以沒辦法了 現在香港,你這個環境的了 喂,你用心做事吧 用心開工吧 實際一點 即是,現在我想的事情 即是,我現在最新想的事情 都比較實際一點 即是,沒有的 就是,優養生息,韜光養晦 也是這樣 是不是? 我現在說這件事是一個笑話 是啊,真是笑話 現在即是,我們… 儲了多少錢就移民走 你不要說,可能說移民這件事 這兩個字可能不犯法 哈哈哈哈 這樣又誇張了些 這樣又誇張了些 遲些會批評林鄭也不行 即是,批評政府也不行 批評警察也不行 說你顛覆國家阻礙不知什麼 見到誰要鞠躬公 是的,黃軍 即是三年來八個月日治時期 見到黃軍要鞠躬公 可能要的,不奇怪的 我都不明白為何香港今次要搞成這樣 一直很文明 不明白,我明白 我明白 一問政府,二問港豬 因為很簡單 有什麼政府,有什麼人民,有什麼政府 你再問回自己這麼多年來 是不是 有多少所謂的代議政制 那些繁民主派在做什麼呢 即是香港人,是不是 掛著吃份屌 之後又無以為計 是不是 永遠只懂得和理非抗爭 那怎麼辦 是不是 再問回… 我講完最後一句 我講完最後一句 我都做事 好 香港人其實很嘆叹 各國是為錢的 你今次今日搞到香港這樣 因為你的經濟 畢竟個個失業 沒什麼做 上不到樓 沒有錢 就要出來抗爭 你自己香港政府 自己拿來搞成這樣 其實都不只是這樣 阿周先生 其實都不只是這樣 是… 因為我不同意 你說香港人都是為錢 是,大部分人都是為錢 但是年輕一代 我真的見到… 其實有很多人 隨著教育的更加深化普及 大專教育的深化普及 我見到很多人 其實真的不只是為錢 他們要為一個持續發展的將來 是一個… 對我們香港的感情的愛 是希望香港能夠是一個有前途 做回我們自己 可以堂堂正正這樣走出來 是一個令人驕傲的地方的人 本來是這樣 有些人真的這樣 不是為錢 你給多多錢他們沒什麼用的 我告訴你 沒什麼用的 你給多錢那些人都沒什麼用的 是的 你用錢收買不到的 有些人是用錢收買不到的 真的 雖然每一個人都有惡價 是的 如果不是 這個世界不會有革命的 只不過… 只不過為何會這樣說 話題香港都會有亞洲四小龍 現在四小龍 那四小龍還沒進去 從也沒進去 我們 還沒進去 我們是從旁邊的難以 我們跟著深圳市外 現在 深圳市是引擎 我們是死氣喉 天光咬肩膀 天光死氣喉 純淚扭一扭 我們是死氣喉 我們是死氣喉 深圳 我們現在還不是死氣喉 我們是吃塵的 喂 不要這麼悲觀 不要這麼悲觀 正面一點 對 不要這樣 正面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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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悲喪志 聽教主講 我選擇移民的了 你移民的了嗎 即是你已經離開了 沒錯 剛才移民的 女朋友之前說買樓 然後說不要我買 看看我幾百萬 都是移民的算數 當然 走 移民是一個選擇 我可以這麼說 移民是一個選擇 但是留在這裏是一個選擇 很多人有不同的選擇 我是很好問的 你離開我不會覺得 你是一個人 我也支持你離開 不過香港現在這個制度 真的不值得留在 是不值得的 不過值不值得和寫不寫得 都是兩個概念 值不值得和寫不寫得 即是你去到那裏 那裏比較自由 但那裏不是你家裏 不是你跟著 你沒有那個感情在那裏 你晚上半夜到街上吃不到 炸雞和牛奶麵 對 許冠傑那首歌叫做二等公民 不是二等公民 就算是讓你做一等公民 我給你一個分爵 你去英國 我給你一個爵士 你去做 你為什麼 你心裏面 都是掛著你樓下的那間 七仔那間 旁邊的那間 黑茶餐廳那間 那間的黑茶餐廳 那間的黑茶餐廳 你五夜夢迴 都是那些事 你五夜夢迴都是那些事 我很愛中國 我很愛香港 但是黨就很沉 算了 我們改變不了 好了 晚安 你用心做事 他沒得早安 你用心做事 好 加油 好 拜拜 再見 我們都回答四了 你看我開始 很快 因為這些壇事都不肚不快 是 對不起 剛才我看到你 我其實想跟你說 好 你少了時間 因為剛才阿周說到 批鬥社會 我以為他想說這些 你說 講這些壇事 我先利身了 我本身認識他們 Support Moment 我們想說 Support Moment 最近在網上被批評 因為他剛剛 這個星期 早兩天 他有個 網上演唱會 Facebook Youtube直播 大家可以在這裏看到 完了 接著就有個 有些網友 不知道 可能 都不是KOL 總之有人寫了一個評語 就是一個評語 就是 當倉老的 Support Moment 遇上革命 搖滾叛逃 然後整篇就是插他們 就是 黃卓鵬 有byline 因為他開頭 其實本身只是Facebook 但後來 這篇是在立場都登上的 是轉載了 我也看過 剛剛 昨天早上看 怎麼說呢 我先認識他們 但在這個層面上 我盡量持平 這篇文章對他們的批評 就是 他這場音樂會 都是新歌 11首都是新歌 裏面有三首 他就說是普通話新歌 這個 隨你怎麼演繹 我會說 他是國語新歌 可以嗎 他是想台灣 可以嗎 這個就沒有了 沒有一個客觀標準 你自己覺得是什麼 那這篇文章 其實就是 他 咦 在這個 11首新歌 在這個 網上演唱 音樂會裏面 已經沒有了 之前那種 很夢想 很革命青年 那個東西 已經變了 好像很小故 再抱著他之前 又經常去大陸巡迴 又跟林鄭合照 等等的東西 就說 已經不是我認識 那對失敗了 那 已經是離棄了香港人 有一篇的批鬥 其實很多人轉載 我見到這篇文章 很多人都跟機 連燈也有 對呀 一早就說他們全家拿 奶共 等等的 我首先簡單一點 想問一個問題 無論是他們 在一個公開場合好 在他們網上平台 私人Facebook Instagram 有沒有說過半句 虧的事 首先就是這樣 就是說 我支持警察 有沒有 我支持政府 我做護旗手 或者是 我不贊成現在 香港年輕人做的事 他們正在破壞社會 有沒有半個字 說過 我想如果有的話 應該被你們 監視圖 拿出來 我相信 我估計應該沒有 我沒有仔細看 我估計應該 那 我想問就是 他們有沒有 沉默的自由 其實真的很難 即是呢 我看到這宗新聞的時候 我 我首先都不算 我其實挺喜歡 Support Moment 我喜歡的Support 他的音樂 他的東西 我一直都喜歡 尤其是 他們唱熱血的歌 即是無盡 是唱到 賠者是人口 我記得我曾經 現場看過他唱無盡 是不止一次的 因為有一年的 記協的波 香港記者協會的籌款 我搞的 我不是記協的 我只是幫他們搞的 其實請了Support Moment 唱無盡 那種感覺是震撼的 這首歌 對我來說 是有一個很獨特的感覺 這首歌 《踏上者無盡旅途》 這首歌對我來說 是一個 人生難得一場 革命至終路 歌詞寫得很入生入廢 加上我有很多好朋友 很喜歡這首歌 甚至拿來 放進他的舞台創作裏面 我是很喜歡 Support 還有他還有很多 足球的歌曲 他唱的 香港隊競賽 我很喜歡 沙燕之歌 我很喜歡Support 唱這些歌 我覺得很理智 很香港 唱出的那種力度和味道 但是 現在去到這樣 他是沒有為 整個反國家運動 但是你問我 我完全不相信他們是男 或者我完全不相信他們不支持 你問我 我這麼多年來 我不相信這幾個人 我真的不相信這幾個人 不是和港大的年輕人在一起 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其實他去年整場運動 其實要怪他 不要只怪他 很多人都不出聲 只有幾個人走得較前 就是黃秋生 杜汶澤 杜國 黃耀明 何韻詩 他們走得較前 郎中澤 他們會怎樣 因為這些比較 我們當然會欣賞 當然會支持香港人 會為他們鼓掌 但是他們會 他們都有他們的代價 黃秋生 杜汶澤 那些 他會有很多的打壓 他也不可能再接到任何一些政府的工作 或者一些可能是 比較大機構 一些 嘔我 後面他 這個商場不能讓他在這裏唱 一定有 但是 就是這件事 就很難拿捏 你問我 都是糟糕的 這件事也是糟糕的 是糟糕的 因為 人有時候 有些原則 有些線 你是不知道怎樣踩 或者踩不踩 是踩不踩的 你想賺錢 你想明成利就 的同時 有些東西 有些原則 你是不能 你是要作出一個 選擇 但是這麼久以來 其實塞巴 他都作了一些選擇 而他的選擇 他不是純粹 他都要賺錢 他的選擇就是賺錢 他的選擇就是商業 他的選擇就是紅 我不判斷 我不判斷 他背後的動機 我不判斷 他的人 你只是從這個角度上看 或者不貪心 還是什麼 但是每一個人 在人生 面對一些這樣的抉擇的時候 他一定會有個選擇 而這個選擇 到底會不會被人 或什麼 是很難說的 是沒辦法 所以你真的要切身處地去想 例如剛才你舉到一些 阿澤好 秋生哥好 何韻詩好 等等 我相信他們做了這麼多年 他們都應該有第一二三桶金 段股都有 至少有些 你覺得他們有多少 還有一份錢 四個人 四個人 我請何韻詩唱歌 唱三首 可能出五千 算 他們都是五千 他們要除四份 賺錢 賺錢 這件事 真的沒得好說 你又要 我又要 每個人都要賺錢 所以有幾多個人 真的可以 按鈕 其實我也是一個 按鈕 有些人做 雖然我是一個生意人 很久 好像放回我 有公道地說 他人會變月會員 他可能現在真的變成一個藍絲 我不知道 可能是的 如果他真的說了些細節 我就會吵架他 很正常 是的 所以 你不要暴風捉影 拿這些東西來大肆批鬥 你經常看連登那些 不斷拿他和林鄭的合照 就說 我找回一些資料 他那張照片是2018年3月拍的 2018年3月沒有所有事情發生 他就說 他也是建制 你記得吧 林鄭2017年的7月 開始做特首 剛剛做特首半年 那時候還是蜜月期 那時候大家 你看坊間的人 還說 終於送走了689 是那時候 那時候 如果你說他和林鄭合照是三個月前的 那沒得好說 其實都沒得說看 我覺得阿輝很難說 這件事真的沒得說看 我不是站在你那邊 我不會批評 失敗 因為這個 純粹是幾個人 一個樂團 一個樂隊 自己的選擇和決定 而這個決定 不是等於代表他們自己本身的人 或者某幾個人 是一個整體的一個 你當作一間公司的決定 是不是 那他們現在 到底是選擇生活還是怎樣 因為他們一直 其實有參與很多政府的工作 我知道 有的 你說他是不是真的反政府 你也是 不能鬥說 誰反政府的程度有多少 你是八度反政府 七度反政府 可能他也想像阿澤那樣 阿澤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我跟大家說 杜汶澤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是 我不靠你 然後我自力更新 我多欺負我都好 我都要走下去 捱下去 沒有人肥 我不要緊要 不要打落門 和血吞 就好像一隻馬一樣 所以他叫杜汶澤 他叫杜汶澤 就好像一隻馬一樣 我不管你 我沒有在這裡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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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跑到 我沒有在這裡跑到 想好他 做動督笑 開網台 沒有所謂 這個就是香港人的精神 打得死 是啊 每個人都想去笑他 但是 你不是他 你沒有他那麼厲害 沒有他那種鬥志精神 但是我們作為第三者 就更加不應該說 你也沒有他那麼厲害 那你跟那些氣老母常常說 喂 你隔壁 陳太的兒子夠厲害 你什麼 誰的兒子夠厲害 你有什麼資格 你自己是什麼人 第一 你所說的 這件事就是 正正就是鬥和 你們除了吃花生 除了在這裡 寫這些詞文之外 有什麼問題 就是用來比較 就說 Per se 新歌 《二橋羅景》 《屈巴斌》又出了一首歌 《Color》又怎樣 《D一張》又怎樣 那你呢 塞拍什麼都沒有做過 就是又用來鬥 不過 其實很多歌迷都一雙情願 把搖滾等於一種革命精神 或者等於一種反叛精神 其實又不一定的音樂 就是香港有些藝人 就是你問我 我就不會跟塞拍說話 那 就賺錢了 就是沒有辦法 不過他已經做得很克制 就是 不是楊千凡 那樣子 你媽媽 這些就是混蛋了 我對於所以 無論是他們好 或者其他所有的藝人好 等等那些公眾人物 我都是同一百尺 你不要說那些戲話 你不要去做護旗手那些 我可以的了 我可以的 沒什麼所謂 就是原諒你 因為在娛樂圈賺錢 大家都知道 是很難做的 對的工作 對的 除非你是轉行的 除非你好像阿澤 那樣子 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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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養他 其實是很有型的 真的有型的 就像我那樣 我衝出來選 你以為是很厲害的人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經常被啤梨笑 你以為是很厲害的人 有些網友叫我不要來選 打落門牙和血吞 行得這條路 就要走下去 捱嘛 是這樣的 這件事你做到 我都做不到 你叫我停了半年 我哪裏賺錢交租 我真的沒有公開 我真的快沒錢交租 你以為是開玩笑的嗎 真的要捱 我有老婆子女 阿哥 沒有辦法的 你走下去 你走下去 你有沒有聽過 我怨過半句 阿輝你有沒有聽過 就算我私底下 我都沒有怨過半句 我有沒有怨過半句 最多說很厲害 最多說很厲害 但是你也不會說很厲害 那麼厲害 你起碼沒有說 早知道不做這四個字 沒有 絕對沒有 走下去 有些代價就遇上了 是不是 如果你背不太代價 我不會 什麼的 是不是 不行 搞定他做廚房 搞定他做廚房 你什麼捱下去 一定可以 你要有 鬥志 走下去 決定了一些事情 但是有時候 好像每一個人 也不需要 好像一定是 一樣 或者你 你這麼厲害 我都不用人佩服我 也不需要別人覺得 哇 當你這麼瘋子 I never give a shit 我只是對我 我自己交代 對我家庭交代 我不用跟任何人交代 你可以說我狠狗 整天都被你笑狗狗 你狠狗的 是我狠狗的 但是這個世界 總的要有些人做狠狗的事 沒有辦法 選擇了 代價是大的 那就繼續背下去 是不是 如果你背不起 那就沒什麼也沒所謂 好了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是 拜拜